主席 主席邀請 張記長 張委員你好 記長你今年幾歲 報告員38歲 很年輕齁 這個 民進黨執政跟國民黨執政 好像新聞記長 都比較 這個 啟用一些 年輕 形象不錯的 但是 基本上都是比較沒有經驗的 對於新聞記的業務也不是很了解 我要在這裡請問你 你當局長 誰引進的 報告員這部分我不清楚 是馬總統自己去 找你來的 還是吳敦麗院長 你自己來報名上網報名的 沒有 院長有找我談過 一定有人引見啊 譬如我引見啊 還是金埔中引見啊 一定有人引見你的啊 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天生立足 人家自然找上你 人家自然找上你 不會吧 一定有人吧 一定有人嘛 有人 有人跟你說 這個 江某某某不錯 人力不錯 形象不錯 所以來做新聞記長不錯 一定有這個人嘛 誰 泡眼這部分我真的 不是很清楚 就有一天你接到 吳院長的電話 你就去見他了 是不是這樣子 吳院長有跟我約見過 還是直接打電話給你 我只是了解說 為什麼會找上你 有那麼多的協助專家 有那麼多的年輕 這個青年財經 為什麼會找到你 這一定有因素了吧 我不瞭解說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你來跟他討論一下 我知道啊 我跟他有那麼多的 不可以說你的官位吧 不過八百元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說 是不是有哪些人去 去推薦之類的 有沒有這個人 有沒有這個引見的人 你如果不願意把這個 引見的人曝光 我同意尊重 有沒有 不過引見這種人 我真的 沒有辦法確定 有沒有這個人嘛 還是 還是吳院長 就是 早就認識你了 也曾經在某一個場合 揭示過你 了解過你 喔 我覺得你談吐風度不錯 所以叫你來做新聞機場不錯 是不是這樣子 我只是要了解 到底是誰 會用你 這個引見的過程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我只是要了解 這沒什麼 不用緊張 我抱歉 這個過程 因為 我被 約見被徵詢之後 我才理解說 要來 問我有沒有意願 不會是金府中引見的吧 這部分我真的不清楚 聽說是金府中引見 你給 吳敦利院長的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聽說我沒有辦法證實 你沒有辦法證實 你沒有辦法證實 但是你也不會否認 你也特別不會去曾經 基本上他們 我們是了解 您 您來這個 擔任 心論機場 是金府中引見 最主要的任務 就是要 好好宣傳 Ecofa 我想 昨天 這個 在文化交易委員會 也很多人都提問過 就這個部分 我特別要問你 就是說 這個 Ecofa的這種 宣傳 你到底 重點 是要宣傳什麼 就如同過去 他們講說 Ecofa 這樣 人沒有人聽不懂 就要叫 豬高梁 來講 叫白兵兵 來講 甚至說 叫我們 演員 來選團 這樣人沒有人就聽不懂 你對這種說法 你認同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 叫白兵兵 來講講話 叫 中國人來講講話 難道 真的是要用這種方式 來宣傳Ecofa嗎 各位委員報告 現在這個 政府宣傳Ecofa 做法其實蠻多的 包括 總統自己本身 也 到基層去講 我現在在問你這個部分 你就針對這個部分 大呼 你同不同意 有人提出 要用白兵兵後 諸郭亮 來宣傳Ecofa 你認為這種宣傳方式 妥不妥當 所以 我 我認為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說 能把政策說清楚的 人都可以幫忙宣傳這個政策 你同意就是諸郭亮跟白兵兵來宣傳啊 他們如果 了解這些政策 你認為他們是了解嗎 現在有沒有繼續接觸這兩個人 報告也沒有 新聞局沒有 新聞局沒有 那你了不了解這個陸委會有沒有 經濟部有沒有 陸委會跟經濟部這個情況 我們必須再了解 目前我是 你是負責要宣傳Ecofa的喔 據我所了解 你來做新聞局最主要的一個人物就是 要宣傳Ecofa 要讓廣大的台灣人民了解 特別是台灣的農民能夠知道 Ecofa是什麼 所以我了解說 為什麼要找白兵兵 合作是諸郭亮 我們很清楚 事實上Ecofa是一個架構 內容不是很清楚 誰來講都不清楚 怎麼會找一個白兵兵 還是諸郭亮來講清楚 這你不覺得很荒唐的嗎 目前也沒有找他們來宣傳 那你就是說 這個不會再找他們啦 目前我們新聞局沒有這樣子的 如果說要宣傳這麼樣的一個重大的政策 你如果沒有講清楚說明法 你用多麼簡單的語氣 事實上也沒有辦法讓人家理解 什麼叫做Ecofa 那我想Ecofa基本上 應該要釐清了幾個重點 我想這個不是也是你未來要宣傳的 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Ecofa簽下去以後 是不是真正的 對台灣的地主權 有沒有矮化 Ecofa簽了以後 中國同不同意我們繼續跟其他的 這個主要的經濟國簽訂FTA 我想這很重要 Ecofa簽訂以後 未來會衝擊到台灣的農業 會不會讓陸工能夠到台灣來 會不會影響這些弱數的產業 特別是基層的勞工 我想這個部分你應該很清楚的說清楚 我想這才是重點 這不是三言兩義 就這樣跟人家說就聽了 我想Ecofa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我不了解 Ecofa宣傳到今天 以你新聞局長的角度 我現在跟你請教說 你這樣對現在 現在陸委會 一種宣傳範疏 你這樣站在東邊的立場上 這樣你這樣 泡溫所 大家才有幾分 你有沒有在觀察嗎 你有沒有在注意嗎 目前的這個宣傳 也不只有陸委會 我現在就問你陸委會 你就打入陸委會 現在我覺得陸委會 現在在選一選 現在這個Ecofa 這樣你這樣 看他這樣就泡幾分 陸委會現在我覺得他有在改審 像對你剛才說的問題 我再說一個字體 他說他這樣過年 開大門 有在構築 這種文宣你同不同意 這樣子真的 這種可以打動台灣的人民嗎 這樣就可以同意 我們台灣跟中國就是簽訂Ecofa嗎 當然不只是這些電子的文宣 這種文宣的工作 實在是很低俗 而且真的實在是應該要好好在檢討 我只要告訴你 你身為新聞局長 未來 不只是要負責宣傳所謂的Ecofa 當然今天你的主題 特別就是國際文宣的部分 也要好好宣傳台灣 我想 台灣跟過去的中華民國是不大一樣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在現在世界 我們要讓他們很清楚 台灣 中國 一邊一國 台灣是一個國家 我想這個部分 你應該 在未來的一個國際文宣上 你特別要去加強宣傳台灣 我想這是我們未來一個國際文宣工作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你同不同意 國際宣傳一向都是我們新聞局責務旁貸的責任 那台灣的整個的發展 我們的一些進來的發展跟特色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強項 我們在國際上的這些文化相關的影響力都會是我們宣傳的重點 我想我要再講 你不要故意模糊我的焦點 我只要告訴你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未來在國際文宣上 要很清楚讓大家知道 台灣是一個國家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國際文宣 不只是在宣傳我們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理由 我想台灣的主權 要讓世界各國知道台灣是一個國家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宣工作 我想特別在這裡提醒你 也希望你在這一方面能夠特別重視 好 謝謝 謝謝委員